Hello 大家好久没有坐在这里好好给大家做一个上心了 今天这个包呢是一个新的包 全新的为实用的 也是一个Z客的包 新年份的包 同样呢我觉得这个虽然它的颜色搭配 好像听起来很熟悉 很经典金钟金扣嘛对不对 但实际上在市场上真的不是很多件 一方面呢是因为专柜出的本身数量就少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大家可能买到这样的配置之后 就不会再让它回到市场上了 它的附件我们先看一下 一个是钥匙锁 这个是贴着膜的锁头 然后两把小的钥匙 它的号码是多少 号码就保密吧 然后说明书 皮革保养说明还是挺厚的一本 这个里面是它的专柜的票 甚至还有刷卡的票 那大的小的防尘袋我们看得到 基本上就是没有盒子而已 看到还是用我自己的方法去给它做好的填充 这样填充的好处是让它的皮革 尽量的去舒展一些 因为皮革底本身它没有太多的 比如说像龙骨啊 或者是像很多的这种皮革叠在一起的这样 至少会给它一个支撑力量 那它本身的这种支撑力量就比较少一些 所以大家在使用过程中一旦用到一定时间的话 你会发现它是叠堆在那里的 那BQ18这个它本身目前没有被使用过 所以依然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硬挺的状态 当然也没有Epson皮那么硬挺了 如果不做填充呢 你会发现这个包的重心会在上半部分 因为它的手柄是两层或者更多层叠加在一起的 它的包身部分直光来说就只是TC皮 然后里面是为做处理的这种揉面皮革 所以这个包好像没有太多可以介绍的BQ18 然后金棕色配金色的五金 装上锁头之后它会有一个非常自然的下拉的效果 让它的包口这样闭合一下 我觉得这样的包型还是比较好看的 整体非常的自然 其实这样的自然往往是渗透着皮革所带给我们的魅力 因为我们知道爱马仕的皮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质优良 这款包呢我不是特别能够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上身的参考 所以呢只是给大家施力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白色的服装和金棕色的这样的一个搭配的效果 以及给大家了解一下它的大致的一个容量和尺寸 作为一个小包来说更多的还是点缀效果 说到点缀 其实一些纯色的包包稍微点缀一个小马 或者是点缀一些丝巾绑成的蝴蝶结还是好看的 如果是一个拼色已经拼得比较花的包的话 就不建议大家给它再增加更多的点缀了 好的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只包包Z客 然后除了盒子基本上其他内容都有 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拜拜